第六届乌镇戏剧节 盛大开幕 金轨飘香 局有满之 因为乌镇戏剧节 每年的十月 在水乡最美的秋天 我们都有幸 与来自全世界的戏剧人和观众一起 沉嘴于这如梦似幻的戏剧世界 而这一次 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青年戏剧人陈然来看看戏 对话戏剧艺术家 为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乌镇戏剧节 大家好 我是陈然 我是一位青年戏剧导演 和剧评人 今年是我第六次来到乌镇国际戏剧节 在接下来的十天当中 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乌镇戏剧节 以我的视角来看 以一个戏剧人的视角来看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鲜的感受 陈然 这次的开幕大戏 由孟金辉导演的查管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都不一样 我们又是主持人 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还是没钱 孟金辉 中国当代戏剧的领军人物 也是乌镇戏剧节的发起人之一 今天的主持人 孟金辉 同时我也介绍一下 在我旁边的是我们乌镇戏剧节的发起人 我们第六届乌镇戏剧节的议事总监 孟金辉导演 开幕大戏《茶馆》正是他最新的导演作品 改编自老舍的经典剧作 这一出四个半小时的红篇剧制 无疑是今年戏剧节上最受观众期待的大戏 孟金辉特别邀请到德国知名的戏剧构作 塞巴斯蒂安·凯萨合作 赋予了这部经典作品全新的当代风貌 《茶馆》就各个方方面面都具备了 我们想要说的那些话 我们也不用卯足劲 我们就这样说了 就想了 说了想了 然后在一个恰当的时候表达出来了 实际上更多的时候 是我跟塞巴斯蒂安在讨论老舍 我们俩来共同觉着怎么来对话 怎么来把握这种老舍原剧作的 到底有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像对待一口井一样 不断地在挖 不断地在想这种的 我每次飞得特别远的时候 他就 他就 老舍 老舍 拉回来 给我拉回来 在我看来 这一次的《茶馆》更像是 《关于茶馆》的最新观念 大量丰富的当代议题充斥其中 似乎冒犯了人们对于经典戏剧的一个既定印象 梦是茶馆 伴随首演结束的掌声而来的还有争议 实现戏剧必然会有争议 但是很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创作者是否抱着一种严肃的态度去面对 那么我想在这个作品里面 孟静辉导演 他是非常用心地在做的 本身这个舞台这个巨大的摩天轮的设计 整个团队所投入的这种创作的热情 都表明了不仅是致敬经典 而且是真的进入到经典内部了 喜欢不喜欢没关系 但是有这样的作品出现是非常必要的 因为文化的这个传承就在于从经典之中找到与当代的内在联系 并且进行当代的一种理解和表达 这种争议实际上也是今年物贞戏剧节上不少国内作品所遭遇的反应 如果一定要归类 这些作品似乎都能被装进一个叫做实验剧场的容器里去 容 成也 海纳百川 兼容并续 这正是今年物贞戏剧节的主题 也是我们这一期节目的由来 聚焦中国当代实验剧场 在今年的物贞戏剧节上展开这个话题的讨论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恰当的时机 实验就是一种对未知的东西的一种迷恋 对不知道的东西的一种探求 实验本身就是一个空泛的一个理论 但是实验戏剧之于我是一个非常具体的 一件事一件事要做的 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 孟金辉和他的实验戏剧 从学院里的黑匣子小剧场 一路走向更大的舞台 今年是孟金辉第三次担任物贞戏剧节的艺术总监 他的审美趣味 也让今年的物贞成为了中国当代实验剧场 一次集体亮相的舞台 今年选戏的时候 实际上是偏向了实验的和青年 他的一种有萌发 一种创意空间的可能的 这个偏多了一点 但也挺好 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太丰富了 中国这次就是我们特邀的 所有的这些剧目真的没有一个是一样的 他体现了一种多冷静的 但是独立的一个思考的创意者 共同构筑了一个当代戏剧的这么一个图景 同样作为开幕大戏之一 李建军导演的大众力学 颠覆了人们印象中对戏剧表演的既定认知 他让16个普通人站上舞台 实现他们的表演梦 在乌镇首演后 这部戏也遇到了完全两极分化的评价 未来都将穿过坟墓 站在上帝的面前 我们是平等的 我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跟以前的情况差不多一样 你的戏总是这样 对对对 有人说喜欢 有的人说不喜欢 今天早上他们收集到的那个微博上的两个词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很生动形象 一个是叫戏剧春晚 还有一个说戏剧卡拉OK 就是骂的人就这么说 待着那个经验的观众进来以后 他肯定就觉得他们太业余了 他们都忘词 我看什么呀 大众力学 让普通人从日常生活的惯性中抽离出来 站到聚光灯之下 演绎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拉锯 这并不是李建军第一次与素人演员合作 大众力学延续的是他关于凡人剧场的持续探索 而这个观念来自德国艺术家伯伊斯的名言 人人都是艺术家 他是带着生活来表演 他们演的东西就是真实的 很珍贵 人为什么需要戏剧 你一个演员演的已经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跟人的距离那么远的时候 你和一个生活中很鲜活的 他带来一个对那个角色的一种感受 你反而那个东西跟你更近的时候 你就会想 你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干这事 为什么要需要戏剧 然后你做的时候该怎么去做 这个反思就产生了 剧场艺术是集体的合作 一群志同道合的人走到一起 以一个剧团的名义共同创作 逐渐发展出自己独特的剧场美学 这也是实验戏剧最常见的景象 今年的乌镇戏剧节上 两个民营独立剧团的出现 让我很是期待 一个是北京的纸老虎戏剧工作室 另一个就是来自上海的草台班 2018年5月 草台班成员与一众志陶者 在重庆戈乐山上连续78小时的 烧摇过程里完成了他们的新作 戈乐山的最初演出 人们围炉而坐 让剧场回到了时间与生命 劳动与自然的朴素关系里 我们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 我觉得是为人的 就是首先这些人是我们自己 我们有问题有疑惑 剧场的方式是一种聚会 我们聚到一起 我们来分享情感 分享以往生命经验里头的 点点滴滴的东西 在这个里头找到不一样的可能性 说我们只能这么活吗 我觉得剧场对我来讲就是这个东西 我们为什么要去把生活再演一下 是因为我们对这个里头 有诸多感怀 有诸多不如意的地方 然后我们在思考说 人就这样吗 草台班是作家 剧场导演赵川 2005年在上海创立的 作品边缘化 而社会性极强 草台班似乎代表了一种 临时的 流动的 非专业的美学取向 在草台班的演出中 表演者与观众 时常能就作品所提出的问题 进行有效的对话 可在今年的乌镇 哥勒山却遭遇了不少观众 提前退场的丹尬场面 在这儿呢 进口拆遣 苏苏你好 大家好 再累点 听起来挺好 尼尼 好 那尼尼啊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人生的意义 是啥呢 草台班十几年 这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准备这些问题来做讨论 人生的思考 这些问题本身都是很坚硬的问题 那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准备好了 争议的出现并不见得是件坏事 反而可以驱动创作者与观众共同的反思 创作也好 评论也好 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寻求共识 而更是一种倾听和分享 这也是我在今年的戏剧节上 最受启发的部分 它最重要的 它提供了一种思考方法 或者说是一种审美的一种 提示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就是 我有这样的世界观了 我就这么走了 没有 它的方法的这种思考 反过来对世界观有影响 它的根脉也决定了 它一直是 可以从非常复杂的 非常丰富的生活 和时代的这里面能找到很多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次我们做的这个 有关这个实验戏剧的一些 一些梳理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实验 意味着未知的 流动的 是对既定观念和思维的挑战 既是实验戏剧 当然可以意味着粗糙的想法 不够成熟的尝试 可是当我看到这部名字很长的作品 《五百米》 《卡夫卡》 《长城》 不真实世界图像 及日常生活中的英雄主义时 我也意识到 当代实验剧场 或许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 导演田歌斌将《卡夫卡》文字中的意象 成功转移为戏剧文本 探讨了个体与人类浩瀚建筑的关系 以及这些建筑又是如何影响个体 影响历史 你知道卡夫卡的文字 实际上是不能剧场化的 它的文字是非常强大的 你无法转换成剧场 直到重读万里长城建造时 就像重新发现这个文本 是那么的切合现在 其实它又是一个捕捉 你对你的生活有没有这样的敏感度 然后我觉得剧场其实是一个 从生活里逃离出去的一个去处 但是呢你还要逃回来 你要预留好 它没有一个停留 它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 来回往返的过程里面 当然也是这样才有意思 导演田歌斌早在1997年 就创立了纸老虎戏剧工作室 成立之初 纸老虎就有着跨文化剧场的基因 始终在尝试不同的文化背景 在剧场里的对话和交流 很重要是在90年末 我觉得它可以变成一个 我们去解决自己的一个问题的一个工具 或者是一个这样一个媒介 当然这中间有巨大的享受 有巨大的快乐 就是这种快乐 还是基于和人的这种相处和这种交流里面 的确 所以戏剧的本质正是在于交流和分享 是创作者之间的交流 也是创作者与观众的交流 也只有在戏剧节这样的空间里 交流和分享才能够有足够的时间 去发酵和传播 物质细节以它的容 宽容 用它的水的力量 真的 用它的安静 然后把这所有东西合在一起 在这里边有不同的语境 有不同的交流 不同的这种生长的这种空间 能够容忍对方的跟自己不一样 只有通过不断的交流 不断的摩擦 然后你才能多元的看待这个世界 我觉得戏剧就是一种分享 所以当台上台下 这个互相分享达成之后 当它漂亮的时候 永远是令人感动的 因为人跟人之间有一些 更深的彼此的理解 他们在乌镇看戏 这种地方特别让人令人满足 很过瘾 就觉得我们的社会 真的需要这样的东西 著名导演赖生川 乌镇戏节的常任总监 与发起人之一 作为台湾实验剧场的拓荒者 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 当台湾的当代剧场文化 还是一片荒漠之时 赖生川和一些惆怅满志的年轻戏剧人们 就开始了探索的征程 我是从一个迷惑开始 我的迷惑是当代中国人要什么样的剧场 这是我一直在心中一个巨大的问号 从我学习开始 然后我在伯克利年研究所 我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有一个方式 就是我拼命学你西方的方式 然后我学完之后 我再决定怎么用 台湾的缺点就是它的优点 也就是它什么都没有 在兰陵之前几乎是不存在的 所以对我来讲 如何去寻找一个剧场的语言或文法 我觉得这个是我心中有这么一个小小的使命吧 兰陵剧坊是台湾第一个小剧场的实验剧团 也是台湾剧场运动的先驱 存在于1980至1991年间 为当时台湾的文艺界培养了大批的从业者 《演员实验教室》是兰陵剧坊早期的剧目 1983年首演时 舞台上的演员都是二三十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三十个年前我自己导那个戏 第一个镜头当坎龙那个音乐奏器 当那些年轻健美的男生女生 缓步走近走近走近 我这个导演就眼睛红了 那些是健美年轻灿烂的年轻身体 我看到一个脚丫子踩出去 很小心的脚趾头慢慢放去 又移位子小心的踩出去 我就开始要伤感了 那这一次是一群36年之后 皮肤都有点皱的一些脚丫子踩出去 他们身体的稳定度没有以前那么凉了 一样的感动 一样的一个膨胀的空间在这里 极美极让人不舍 他们的灵魂的姿势年轻时候一模一样 丝毫未变这么纯粹这么坚持这么不可修改 我觉得这些朋友对我来说说的热马脸是可贵的 也因为这个可贵 我有点觉得应该把他们的身影 把他们的身影留在台上 免得年华老去来不及 我67岁 家里有老有小 老子103岁 想着才刚上想学二年纪 在我这一行呢 没有退休金 没有中生后 为了养我家里我好小 这几年时不时 我就回来内地拍些片子赚钱起来 金世杰 兰林剧坊团长 台湾剧场界的核心人物之一 也是这个台上 为数不多至今仍然活跃的表演者 在兰林成立的40年之后 他把各个时期的老伙伴 重新聚集到了一起 带着时间和阅历的洗礼 演绎着各自生命的故事 是的他们年纪很大 他们面对实验这两个字 意义何在 追求何在 企图何在 有一种其实很大的空间 在这个戏的背后 我排了一大半的时候 才跟他们很傻气的说 我发现我这个戏有一个主题了 我之前没有预设任何主题 我知道有很多东西 它是一个无以名状的东西 它都在里头 我不要去设定自己 说它是什么 后来排了一大半 我感到心下 后来有人还笑话我 我说哇 这个主题叫时间 如果说500米的实验性 体现在对于受众有较高的 接受门槛 那么演员实验教室 可以说是一个更加大众化 更加容易产生共情的作品 它的实验性体现在 兰陵作为台湾老牌的 实验剧团的历史价值 在演员实验教室中 我们可以看到兰陵人的精神传承 他们在当时的文化沙漠里 是如何一点一点的耕耘 影响了很多后人 也改变了台湾的戏剧环境 我花这么大力气 最后能够见到的是这些 小小的一个门 一个小小的窗 锁吐为何 就是我说的 如果能够让这些孩子们觉得 哇 做戏剧是这么回事 这么好玩 甚至我会希望 已经在做戏的人 他们脱着疲累的身子 辛苦的那些时间走下来 他看了这个戏以后 好像洗个澡一样 觉得嘿 你知道回到一个初心的位置 回到一个孩童的位置 剧场理当如此 开始起步玩耍 在演员实验教室中 那些曾经的实验戏剧人们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 离开了剧场 但当他们重新站回舞台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时间和戏剧 流淌过他们的身体 留下的痕迹 在这个作品中 我看到过去 看到当下 也仿佛能够看到未来 也会让我去思考 如果几十年之后 我还在做戏剧的话 会是什么样子 而中国戏剧的未来 会是什么模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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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